日本央行维持现有的利率不变 将201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1.7%下调到了1.2% 并且认为在2017年将会达到2%的目标 今天与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以及做下本周回顾的是李哈利·丹尼尔斯 你好 你认为日本央行在今年会实施更多的宽松政策吗 你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日本央行今天的会议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尤其是日本股市的参与者们 央行宣布将会维持现有的利率不变 宽松政策也将会维持目前的水平 以此继续为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 因为每年80万亿的财政支持 对于当前的日本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虽然下调了GDP的增长的预期 但是我认为11月份的GDP增长数据 对于日本央行是否将会进一步的 扩大货币宽松的规模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经济刺激政策 而总体来说 GDP数据是最关键的 欧元区10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 PMI数据好于预期 但是失业率连续三个月维持在11% 欧元区目前是怎样的状况呢 的确欧元区本期的数据表现 要好于外界的预期 但是对于欧元区的经济来说 最为重要的数据仍然是通胀 在欧洲央行扩大经济刺激以后 10月份的制造业PMI数据出现了回暖 停止了下跌的脚步 显然目光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月的数据上 从目前整体来看 欧洲央行的政策是十分的有利于 欧元区经济整体的发展的 但是如果欧洲央行继续扩大 他们的刺激政策的话 欧元美元货币队的前景将不是非常的明朗 而从整体的结构上来说 目前的失业率仍然是非常高的 而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 在失业率方面的表现都是十分的挣扎的 平均水平在9% 9月份的数据接近11% 其中最高的国家达到了25% 希腊和西班牙的表现仍然位于后两位 而失业率居高不下 对于经济的增长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我认为欧元区的经济在短期内将会有所反弹 但是在未来的12个月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风险 英国第三季度GDP数据比预期要弱一些 主要是因为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下滑 英国经济遇到了一些问题 那么你认为到明年之前 GDP会回到3%以上吗 是的 从本周公布的英国的第三个季度 GDP的结果来看 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本期的数据为0.5% 这样的增长要低于预期的0.6% 以及要低于上一个季度所发布的0.7%的增长 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担心的地方 因为从总体上来看 建筑业对于英国整体的GDP的贡献 达到了5.9% 但是从这一个季度中的数据 我们看到 虽然说整体上都出现了下滑 但需要考虑到第三个季度的特殊性 这就是特别糟糕的天气 在很大一部分的情况下 是影响了建筑业的数据的 而在制造业方面的下滑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全球经济的不景气性 以及强势的英镑 在这里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事实上 我对于英国的经济的整体的增长 并不感到非常的担忧 而对于GDP是否会反弹至3% 我觉得这到明年 就会来到3%促进了 而乐观的预测 在未来2到3年中 英国GDP都将会在3%左右 让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第三个季度的GDP数据 1.5%的增长不及预期 你认为12月份加息 将会有可能到来吗 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升息的预期 已经达到了46% 而之前对于美联储加息的 几率的预计为35% 而在上个月只有26%的几率 所以说 从目前的市场的观点来看 对于美联储升息的预期 仍然是非常的高等 而这里一些投资者 可能惊讶于美联储 在上一次的会议中的言论 这就包括了 将会在这次的会议中决定 是否将会升息 我认为 这一点对于美联储 在12月份之前进行升息 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支撑观点 并且 美联储在会议上 表达了对国际经济环境的 担忧的下降 这一点对于加息 也是形成了支撑的作用的 但是 通胀环境 对于美联储的加息来说 是有不利因素存在的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 当前选择加息 对于市场 和美国的经济来说 都是不利的 因为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大选 经济的稳定性 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 即使是很多的加息的条件 已经得到了满足 但是 在现在的这样的背景下 选择加息 对于央行 和美国市场来说 并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综合以上 我们所说到的 我并不认为 美联储在12月份前 会选择加息 好的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